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期播出的电视连续剧《铁齿铜牙纪晓兰》可谓是火遍大江南北,这部电视剧前后一共四部,其中的事件涉及多少事实?我们今天上部考证,毕竟大家都知道,现在一般的历史题材剧都会有艺术加工的存在。 而对于铁齿铜牙纪晓兰来说,甚至连主角纪晓兰与和珅这两个主要人物都违背了历史,其实,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,纪云其实并非善美,和珅也并非一无始处。 在影视剧等艺术作品中,一般都会把人物的性格,品情相对连朴化,也就是最后呈现给我们现在看的这样,但实际上,和珅比纪晓兰更有才,似乎全书真正的总编撰也是和珅,而并非纪晓兰,纪晓兰也并没有那么刚正,不,生活也没有那么朴素, 历史上的纪晓兰用《荒宁无度》,这样的词,形容一点都不为过,他娶了一个妻子六个妾,生了四个儿子,后人无数,与张智路家族通婚,那就有数十人,才横支的《崇明漫路》中有这样一段话,既文达公自然来也怪转身,以肉味反,不立米入口,日语数女,鼓鼓如潮一次,归于一次,鼓肩一次, 伯目一次,归于一次,不可缺少,此万成性而性者,以往往而游,由此可见,纪晓兰的生活作风有多差,但即便如此,依旧不影响纪晓兰,是一个多情且痴情的人,尽管纪晓兰作为一个文人,用自己的言行举止,很好地诠释了一个生活再挖古文,文字于盛行的朝代, 又每天在乾隆皇帝眼前晃的人,会是怎样的顽固,历史上,在朝政方面,纪晓兰也受了和珊不少的帮助,和珊虽然和她相比,显得更加年轻气少,但是心有诚服,张识有度,可是在感情方面,纪晓兰的才华又体现得淋漓尽致,文人一般都是感性的, 纪晓兰讲究有感而法,她给自己的每一任妻子,切实都留下过墨宝,可谓才华性险,纪晓兰的后人主,其实也不乏一些有能力的人,不然像张之洞这样的人物,又怎会和他们家族通婚呢? 清朝,或者说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王朝所建立起的制度让男女关系,婚姻关系一度变得很混乱,在现在的古装影视剧中,经常会出现那一心一意的现象, 也只不过是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之后,符合现代社会的思想产物,毕竟,像纪晓兰这样荒淫无度的人放到现在可是要犯法的,参考资料,新史稿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